画面中可以看到一辆黑色BMW卡在护栏缝隙内动弹不得 整辆车撞的面目全非几乎变成了一块废铁 车头严重凹陷变形车壳残骸碎片四散 警方到场后发现21岁的驾驶还被困在变形的驾驶座上 立刻使用破坏器材将人就出 这起严重车祸发生在今天凌晨零点 驾驶开着BMW轿车行经国一南下35.6公里处时 疑似因为天宇路滑加上视线昏暗高速失控自撞路肩护栏 整辆车卡在五阳高架桥下方与国一路肩的夹缝中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引擎还当场喷飞 巧合是两天前在同一个路段也发生重大车祸造成三人死亡 一百公尺内连续发生严重事故鬼巧合连远警都不敢置信 俗信这次21岁驾驶被救出后 竟有左小腿骨折送以后没有生命危险 详细车祸事发原因还有在警方后续理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